可能在黑的這個地方 黑的頭的地方記得把它改fixed 這個上禮拜沒提到 另外的話呢 做那個 按鈕部分 點線 這個下面 捲動 剛剛是不是沒有存到檔 把它save一下 存檔確定一下幾件事 這個是不是有沒有fixed 下面的話有沒有fixed 有的話那基本上他都固定住 那你可以怎麼你會發現這樣捲動 不過有時候 感覺好像沒有 如果有時候也許可能是更新的關係 那假如說奇怪我做了為什麼效果沒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除了用即時之外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在瀏覽器中有沒有 預覽 也就是你可以讓它跳出 一個瀏覽器 在瀏覽器中看可能會比較接近手機 在布蘭最準確的 就是直接怎麼樣 上傳到那個 我們bill的那個phonegap 就是那個網站上面變一個手機app 裝在手機裡面 我想應該就會更明確的 所以我們預覽一下 你會發現 用什麼呢 用IE瀏覽器預覽 但是呢 它會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是它預先會把JQuery這個 這個東西 裡面有些什麼程式碼 它會把它封鎖 所以你要記得 要先把它允許 否則它沒有辦法跑出那個效果 把它這個再 有沒有要允許 所以再一次 在那個什麼呢 預覽在IE瀏覽器 這邊封鎖 允許一下 你會發現 看一下 有沒有 它有的時候 在預覽的時候 好像怪怪的 可是呢 在IE就正常 那當然還是以IE 為原則 因為好像有同學 預覽就發現錯誤 所以你預覽的情況 可以不只一種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些做完之後 那上傳到 Fonegap網站上 那就OK 其他上 這個 這個現在 還是不OK 沒關係 我們還是 另外這個按鈕 還記得吧 就是 如果你要做這個按鈕的流程 我想這個 上個禮拜有講過 你就 分別把這些呢 通通都做完 那做完之後呢 今天 我們再來 把什麼呢 把這個網站 做美化 所謂的美化是說 因為現在的顏色都不是黑 不就是藍 銀 灰 黃 總共五個顏色 事實上五個顏色感覺好像都是基本色 所以看起來並不美觀 那我們如果希望怎麼樣 把今天的練習 再延伸出去 變成所謂的彩色的話 類似像這種 有沒有綠色啦 咖啡色啦 甚至如果你要 粉紅色啦 粉 粉藍啦 粉黃啦 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只是要怎麼去加上這個布景主題 這邊可能需要用到一個網站 這個是已經做好的 所以如果你連結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已經有預 預先已經 我之前做的那個布景主題 當然你也可以去做修改 修改的方式的話呢 我待會會做說明 這邊的話 你可以 進來之後呢 它是一個 也是叫 什麼呢 JQuery Mobile的一個網站 底下有一個Version Version是版本 1.01 特別重要 因為我們 現在用的那個 Dreamweaver的那個 JQuery Mobile 是最舊的版本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要也要用最舊的 除非你要更新最新的版本的話 那做法又不一樣 所以 第一個我們把它先 Get Rolling 這個 Rolling 進來之後的話 請各位特別注意 這個是我之前做的 A B C 你可以再Add C D 總共有26種 你可以一直加 因為A B C D 你可以自己加 加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放下來 不過如果你要把它清空還原的話 記得 因為後面不是有一個什麼問號 對不對 這個問號 這些是 因為我設定完之後 我可以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的話呢 就是後面這一串 我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你把它留哪裡呢 這個叫什麼 Synroller JQuery Mobile Enter一下 讓它回來之後 你會發現 它就會 幫你重新 產生一個完全空的 就是裡面都什麼顏色都沒有 那你可以自己去加 加的方法很簡單 比如說你希望 上面是 A是什麼顏色 A如果你要是 黃色系為主的話 你可以拉下來 放開 有沒有 上面這邊黃的 那如果你不要黃 你要橘的 放開 這邊就橘 那底下的話 你可以這邊再放開 有沒有 這邊 這顏色如果不OK的話 你可以再去調整 它裡面 還可以有很多的樣板 上面有一個 剛剛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什麼 Adobe的 這個 什麼什麼 Swatch Swatch 這個 這裡面等於是說你有一些 更漂亮的樣板 各位可以玩玩看 這邊的話 裡面 其實能夠做蠻多蠻多的顏色 設定 它可以 讓你去 選取你要的相關的樣式 奇怪這個怎麼沒跑出來 是不是瀏覽器的關係 他理論上會有很多很多 布景主題 你可以直接把它拉出來 那除了這些之外的話 當然你可以去設定 它的什麼 它的 這個是 亮度 這個是什麼 這個 可能是它的那個 整個粉色的效果 反正這兩個拉桿都可以調整 調整完之後你可以 再去拉這個顏色 如果你要 等等的 類似像 這個是黃色系 這個假設是 咖啡色系的話 你可以拉一下 這邊 每一個 每一個效果都可以做出來 那這個就B的選項 然後 這邊的話可以拖拉 這邊的話 A B C C你也可以 C假設是要 藍色系一點好了 那你可以 再去拉一下 它的顏色 然後等等 反正這地方的話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假如說你 A B C 不夠 你還可以 再增加 add一下 D就出來 不夠再加 再加 那你可以有 非常多的樣板 不過理論上 我們練習的時候 大概A B C 大概就夠了 裡面至於 怎麼樣再 讓你的顏色更多 第一個我想你可以調這邊 上面是大的顏色 調完之後的話 第二個請各位看一下 在你的什麼呢 在你的 這個 左 這個左手邊這邊有沒有 這邊也有一個 相關的設定 你還可以怎麼樣 去調整什麼呢 這邊的顏色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 可以拉桿有沒有 還可以更細有沒有 這個是背景 它會告訴你說哪一個地方的顏色 它的邊框要不要 邊框有沒有 邊框 你可以 你可以不一樣的效果出來了 其他 還有shader 這個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 陰影部分要不要 字的顏色要不要變更 你看要不要變更 這邊有很多種不一樣顏色 你調了 外圈之後裡面還可以再調 就會發現 這麼多種變化 然後 等等的 配局這邊也可以 這個是針對什麼 針對配局部分調整 這個是針對head跟foot bar去調整 那其他還有什麼呢 其他還有body body指的是裡面的顏色 link指的是超連結 還有什麼 button 等等的 這個button是按鈕部分 所以有這麼多 可以去做 再更細部的調整 請各位也許先 大概了解一下 布景主題的部分 那我們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 底下這邊有個修改布景主題 那我是建議乾脆 這個舊的布景主題把它變更好了 也許就是直接乾脆 讓各位直接連結 連結到這個網站算了 因為後面加的東西是我之前設定過的 我把它乾脆乾脆先保留這個舊的 然後大家有個新的 這邊是 套用一下 這個是到那個網站 官網 官網是 乾脆這一個 OK 那這個官網你們就連進去試試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但是目前 你僅限於在上面玩 可是 問題你要怎麼樣把這個效果呢 套用到我們的 這個 之前做的106App 那待會再來看 今天也許就是 增加一個 布景主題 讓你的那個App 變得 更漂亮 就會抓到 然後 說不定 貧 亮 飛 穿